攝影達人黃元明從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家停車場遠眺山下的美景 發現竟然能夠清楚的看到台中市區 不論是台中市七奇豪宅的高樓林立 後方大渡山的中科園區 橫跨台74線的中科愛琴橋 還有一大片綠地的清泉鋼機場 海線的鋒利發電機 樂園摩天輪 甚至最遠的三翼火炎山 都盡收眼底 聲音達人表示11月1號 颱風外溫環流掃過 也為中南部帶來降雨 雨過天晴能見度大幅提升 當天他在玉山遊客中心擔任志工 發現能夠直接遠眺台中 光是直線距離就超過70公里 最遠的火炎山 更是能夠達到97公里 好天氣的能見度 其實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從高山地區 然後遠眺我們居住的家鄉 對那種感覺很奇特啦 西鄉區表示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週五開始天氣將逐漸轉良 全台低溫將降到20度上下 北部中南部西半部山區 也會有局部短暫雨 要到7號之後開始 東北季風減弱 氣溫才會逐漸回升 TV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